Layon聊世紀天天龍心 大家好我是Layon 今天來看條盾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Viper的顏色歸外的 幫他調一下顏色 那Viper這次選擇的文明是條盾人 條盾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農田 非常的便宜 那條盾人騎士跟步兵 每射一個時代 呃不是 城堡時代開始 都會給這個一級的步兵 這個近戰鎧甲 所以條盾人騎士跟步兵 後期的近戰防務力都是非常高的 那條盾人還有自帶抗招響的團隊加成 在團隊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文明選擇 後期的條盾人還有槍跟火炮可以用 所以後期的遠程火力也不太缺乏 好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建築工的建築速度 非常快速 而且火槍的攻擊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西班牙人他的遊俠也是挺給力的 通常會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轉遊俠全黃金冰陣 通常可以把對手打到一個六花流水 那西班牙人他的兵工廠的科技是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研發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黃金後期轉遊俠也是很輕鬆 那西班牙人每點一個科技還可以獲得20黃金 所以西班牙人也是一個超級發大財的文明 這個黃金可以省很多.8科技又可以賺錢 真的是一舉兩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西班牙人前面的金礦有點尷尬 左邊的腹石在左邊 但還好後面有一塊黃金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對西班牙人相當不利 這個要防守很難 正面完全沒有遮蔽物 讓對方非常好進攻 那Viper這邊是果子在前面 黃金在左邊 附近在右側 但他的石頭呢 附石在左邊 土石在後面 地圖看起來 Viper的地圖似乎是好多了 但他的問題呢 是前期的果子會很難守 那西班牙人這邊的果子在後面 前期就會過得很舒服 好那西班牙人這邊是要打棒棒了 這邊這個節奏馬上補了防止 然後均衍 這裡待會有肉 就要直接補棒棒 這個節奏 87%肯定是要打棒棒的 連模仿都沒有下 所以應該是打棒棒沒錯 那西班牙人這邊有個特點 這邊得要點一下織布技術 按三隻棒棒出來 黃金也不用挖 這邊因為每研發一個科技 會獲得20黃金的效果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民兵出來 再按個一隻 三隻 三隻民兵出來 第三隻沒有肉 等一下放下肉 就可以按第三隻民兵了 還是兩棒棒進攻 兩棒棒沒有要三棒棒 那西班牙人也有這種 我直接去點硬龍一幕 然後再去點這個 裝甲步兵升級的打法 這個升級非常缺肉 所以也不一定會拿來這樣 有時候這樣一升上去 我可能會斷肉 那為什麼要這樣打 是因為沒研發一顆 機會可以獲得20黃金 為了去省這個 彩晶人員 所以點這個硬龍一幕 就可以有這個 升級 裝甲步兵的黃金可以用 那這個算是西班牙人的前期 棒棒開局的一個細節 好 這邊有70塊黃金 但是肉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點 甚至會有斷村的可能性 所以這邊要怎麼去評估 是一個很麻煩的點 好 這邊是直接鬼轉槍兵 也不管這個棒棒要不要升級了 好 Viper這邊是直接鬼轉肉 那條多人這邊塔弓是非常厲害的 他的塔弓是可以雙倍裝載村民的 所以這個劍屬數量也是雙倍的 所以條多人打塔弓 通常有火力上的優勢 那點下金冠技術 也可以讓騎兵 進駐這個劍塔或城堡 增加這個劍屬數量 所以條多人在打後期的陣地戰來說 也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主要是他的金冠技術 可以加這個城堡的射程 空地圖是相當強大的一個能力 甚至一般的火炮 是沒有辦法反擊城堡回去的 好 這裡四隻步兵 稍微溜大一下 三隻肉麻 要不要拉扯一下 拉扯一下 去一下對手家裡 晃晃如何 但是 Viper好像沒有打算要去對手家 這邊還在繼續選擇 秦柱 秦皇繞柱 快繞一下 秀秀你 結果被繞到不爽了 西班牙人決定跟你耗時間 不是一個好辦法 快想要打出一個戰果來 但是 Viper這邊有高打低的優勢 但槍兵數量實在是有點少 這裡一定要拉臭名過來打架 才能打出一些優勢來 好 Viper這邊拉臭名直接扁掉兩隻步兵單位 好 右邊的小打鬥 Viper直接跟對方一換一 右邊這裡小打鬥還在打 Viper的槍兵開始有點打不贏了 棒棒打步兵 還是比較 棒棒打這個槍兵還是比較厲害的 好 槍兵攻擊力只有三點 棒棒是四點 所以其實傷害是差不多 攻擊間隔好像步兵稍微快了一點點而已 好 左邊這邊兩邊都不打 洛瑪只持下一點點血量 兩邊 欸 這裡就打死一隻洛瑪 還有一隻 兩隻洛瑪衝疊起來 好 Viper這邊拉了三隻村民 點了一下這個長槍兵 西班牙人前期打得很兇 但是看到攻兵還是只能撤退啊 好 後方有補射箭場啊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好 這裡趕快補 欸 先補兵攻場 那這個該不會是要來點 這個一擊攻吧 難道有這可能性 直接不轉攻兵 用洛瑪去扛 扛下一切 待會要先升防護力還是攻擊力呢 如果是我的話會想要先升防護力 攻兵起來是很麻煩 OK 那果然西班牙人是點下了 防護力 馬凱 畢竟攻兵開局的情況下 沒有馬凱的話很容易被射穿啊 好 這裡西班牙人點下更多的肉馬 好 上方的三隻肉馬 欸 要小心 Map對於防守一直有在顧著 好 這邊Map點下了輪軸技術 哇 這個輪軸技術這個時間點 32隻吋我們就點了 以前的5G的Meta來說 都是26 27 28吋手點 現在到了32吋才點 到底哪收點比較好 其實一直有這個爭論在啊 但是我覺得看戰況 如果經濟允許的話 早一點點 26P 27P點 我覺得是OK的 總比你忘記點了 還好很多 所以 陶盾 Map這邊是 這個時候點 算是OK 不會太晚 也不會太早 好 好 那西班牙人 這邊是35村 然後繼續 出這個村民 肉馬的話也點下了一攻 傷害來到了很高 那這裡要考慮不要點品種喔 如果這個要點品種的話 升時代會非常慢喔 慢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邊點品種 通常都是城堡時代之後才點 空間時代點的話 對方可能會直接領先你一個時代 把你按在地上打 所以這邊 西班牙人要幾勝思考一下 這個品種是否該投資 那以目前這個狀況來說 兩隻肉馬已經殘血了 再去點品種 其實有點小虧的 因為品種的話 只會對自己最大滿血的血量 直接加二滴血 殘血的話 只會加幾滴血 其實相當不划算 所以西班牙人這邊 應該是會直接上城堡STEP 不會選擇線下品種 等到點完城堡STEP 再去轉出品種會更適合 那這裡是實戰中的一個小小細節 如果你喜歡玩馬國的話 工坊可以提早投資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重點是這個品種 如果你也太早去點的話 這個升級恐怕會出了問題 那條多人這邊是點下了城堡STEP 2分30秒的時間 OK 兩邊都是2分30秒 條多人這邊是36村對上40村 那麼為什麼會差距這麼多的 以為VIPER這邊是按到斷村了 閒置城的中心來到了50秒 畢竟這個邊打架 有點忙 那VIPER這邊細節也是做得很好 看到對方身一攻一防 這個槍斃一直有在按喔 按到了7隻數量 通常不會看到VIPER按這麼多槍斃去防守 看來是有感受到了西班牙這邊 赤火的壓力 好 這邊打一下 好 忽然點下了品種一擊挖金 西班牙人這邊操作相當正確 後面要趕快圍死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OK 這個超級大爛圖 也被西班牙人給圍好了 而且對手還是遇到世界冠軍的VIPER 好 那可想而知 這位西班牙玩家應該也是有幾把刷子可以用的 刷子用用 還是被戳掉兩隻肉嘛 好 VIPER這邊還是很細的 先抓掉殘血的刺猴 好 這個繞蛋村民也把自己維持 太細了 VIPER 這都你可以知道對手來抓你繞蛋村民啊 看來他很懂對手在想什麼 還有這邊是點下了 爐兵的升級 二級射 還有伐木技術 好 二級伐木 還有這個護衛技術 那看來這邊是要直升裝甲步兵了 好 不是裝甲步兵 這個重裝長槍兵 待會應該是會升喔 等一下這個資源 好 這邊下了一個修道院 待會要直接先點一下 哎呀 這村民可能要死了 殘血了 有點危險 好 這個房子還在補 好 修道院先按一隻僧侶 這裡TEC要開嗎 還是要先升重裝長槍兵 好 先升重裝長槍兵了 那為什麼在聊生重裝長槍兵呢 是因為Viper這邊的工兵 待會是要出門打架的 哎呦 已經在門口了 這一波沒有看到 哪時候走過來了 可是他的工兵 應該這時候要在外面採隊啊 我們家裡還有工兵 沒有出門 原來這裡已經有一坨了 ok 這時候在火爆的時候 會落死掉 好 但這一坨工兵 看起來做到事情並不多 只擊殺了一隻村民 好 那Viper的工兵全部送掉 有點虧了 那這邊工兵繼續按 工兵待會都是要出門的 然後搭配僧侶 然後家裡就用僧侶 或者是槍兵防守 那Viper看到這一波進攻不成 直接軌轉3TC 然後轉重裝長槍兵加僧侶 可能工兵暫時不要按了 現在以戰場的3TC開龍情況下 感覺奴兵喔 是比較好序的 因為不需要肉 這樣比較不容易斷村 先暫時斷 那待會再繼續補 等肉穩定下來 再去補這個 重裝長槍兵 那暫時先用工兵擋一下 工兵擋騎士 大家會說成本來說 工兵打騎士是相當不划算 但是要考慮到數量上 還有這個走A操作者的一個情況下 工兵還是有他出的價值 並不是完全沒有價值 等於說RTS遊戲最巧妙的地方就是 看似很虧的單位 用起來 偶爾會有一點奇效出現 那我個人是很喜歡用工兵單位的 這個工兵的操作 我覺得比騎士的細節還要再更多 例如要散陣啊 走A啊 然後哪時候該奪門而入啊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細節 那騎兵單位的話 容錯率就真的很高了 就算真的失誤被地方射到幾下 可能還不會暴斃死去 搭回家還可以用自己的聖旅補血 而且更耐抗這個沈日中心的傷害 就算你真的是沒有碰到騎士喔 騎士大部分情況下還是會活著可以走得出來 但工兵單位就不好說了 可龍被對方一發投死車 直接全部帶走 所以這邊Viper怎麼碰無兵 是一個很好的參考價值 那通常以正常情況下來講 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12隻工兵而已怎麼敢出門啊 那Viper是因為有看到 家裡一直後面有大堆的騎士跟肉馬 所以才決定要把這頭工兵往前帶的 那我加這麼多騎士在後方 那就代表你前面應該沒多少騎士 好 那這個判斷相當正確 好 這邊直接互打一下 三隻重裝長槍兵倒下 後面的奴兵趕快反擊 這裡補了一個4級 這邊肉馬還在騷擾 好 換到正面 正面這裡 所以工兵開始沒有控好囉 哇 這個就是我說的龍獸率啊 一個失誤就直接少了一隻45斤 騎士一隻75斤 就少了一隻 就少了半隻騎士了 好 這裡騎士目前看起來 快要扛不住 趕快找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找個奴炮或者是投死車都OK了 那奴炮的話可以第一時間給對方最大的壓力 所以奴炮不太容易打歪喔 就算打歪也會打到插邊球 可以穩定輸出 好 但這邊工兵已經空到大量農田了 西班牙這邊稍微有點難受 但奴炮一出來之後 即使是世界冠軍還是得撤退 但對手會放他一滿啊 這一波已經鬼好了 想出去沒這麼容易 但這邊村民要趕快走掉 不然會被射 但還好MIPER這邊彈道學 沒有研發 所以這村民只要一直移動 基本上不會被射倒 喔 這裡騎士繼續追 哇 這裡串燒 把這些奴兵串到只剩下半血左右了 奴炮看來還是很穩的 好 這裡調作人 是繼續出村民 哇 這邊是5TC 怎麼突然開農起來了 無情開農 又是5TC了 那6TC就不得了了 6清補任開農 該不會會6TC嗎 有6TC有點 不太尊重對手啊 好 那西范爾人3TC 這瓶農田非常大量 那待會要補第4個TC嗎 還是3TC慢慢農 趕快速帝王呢 好 調盾MIPER這邊點下了2攻 這裡2攻補下 那 欸 居然讓自己的槍兵傷害先提到最高啊 這個有點細啊 居然不是先生防禦力 先生攻擊力的調作人 VIPER應該是有點想法 那倒是要鬼轉長槍兵嗎 那長槍兵的話 確實先轉攻擊力是比較優秀一點的 正面打騎士會比較給力一些些 因為數量一多喔 長槍兵有這個成本的優勢 數量打擊騎士還是蠻好用的 好 這邊著想 生侶應該可以招到一隻吧 OK 極限招到 這個騎士剛剛一直被卡到 可惜沒有第一時間攻擊到生侶 西范爾人這邊是點下了手推車 VIPER這邊還沒有點下手推車 因為這裡是5TC開龍 肉類的需求是非常需要的 36片田 還不夠 至少要到四五十片田喔 才可以穩定生石帶 還有這個村民繼續按 好 VIPER這邊是點下了很多 弓兵 往前壓 然後用招搶到騎士 去攻擊後方的生侶 生侶第一時間也被招搶了回去 好 正面補了一根城堡 這時候才在慢慢補 好 步兵開架 30秒就研發好了 那這時候黃金有點爆量 這個黃金一直有在挖 沒有停經 黃鐵還是不夠 來到四十七片田 好 還是不夠 至少五十片田起跳 那西范爾人這邊的目標也是喔 也是要趕快拚到五十片田 哇 也補下了4TC 那黃金這裡可能要再多挖一點點 二級伐木槍才補下 那這裡要不要繼續補個二級龍呢 還是慢慢一波 先點帝王時代呢 好 這邊就是西范爾的分支點 經濟狀況該怎麼去搞 這個是四一國很重要的環節喔 每個經濟資源的這個細條 都會有關你生時代的快慢 還有這個經濟攀升的速度 好 那VIPER這邊是在左邊 又補了一根寶 這根寶主要是想守住左面的TC的高地位置 而且還有這個金礦 都可以守得到還不錯 但蓋的人也太少了吧 三個人蓋 是不是想要上演道德寶嗎 好 真的要道德寶 好 所以直接死了一波 不是道德了 不是道德了 VIPER直接點下了帝王時代 看是這個狀況不妙 真的是不妙 最方投石車也來到了家門面前 轉出來的東西是挑盾騎士 挑盾騎士走得很慢 但比以前來說已經算走得很快了 哇 以前HD時代的時候 是慢到不行啊 這個速度真的是可以看到睡著的那種程度 有夠slow motion的 好 這邊兩隻條5被招死 沒有被招 一隻 一隻被招而已 兩隻都打 這邊西班牙騎士趕快上前應戰 等級到條盾騎士 有點難受 條盾騎士很坦 騎士在砍條5好像沒在扣血一樣啊 讓他別抓癢 7加1 遠近防8 那現在西班牙騎士11點傷害了 打一下只有4滴血 好 兩邊這位帽座位都蓋好 看起來VIPER是稍微有點危險喔 這根堡要是沒蓋起來就要打GG啦 應該也不用打GG啦 有點難受而已 畢竟待會地王時代狀行投石機出來 可以馬上速拆喔 好 這裡城堡 直接拉了騎士 拉了這個條盾騎士 加上重裝長槍兵 手撕城堡 西班牙人這邊是決定要轉出肉馬嗎 西班牙打條盾騎士 最好的方法就是轉西班牙征服者 有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就可以開始甩槍喔 好 這邊是轉出射箭場 還是要直接轉火槍兵呢 一般的火槍兵的話 打一般的步兵單位 都有額外增傷10點左右的傷害 所以打條盾騎士直上化學 轉火槍兵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這邊騎士數量越來越多 條盾騎士雖然來到了5隻而已 這邊也附了一隻騎士嘛 是你家裡按了一隻騎士 是要回轉 唉唷 這邊點一下了 炮門左口 那就可以讓自己的騎士 條盾騎士在這個城堡裡面 增加箭矢的數量 而且也可以增加城堡的射程 變成8加5 13點射程 連工程工程師的火炮也點不到城堡 應該說會被城堡給點掉 好 復典的情況 好 那這邊是 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出來 準備要來工程 西班牙家裡一根城堡都沒有 顯得有點危險了 現在高地慢慢一個一個都被viper給拿下來 家裡補下了工程塔 哇 工程塔 秀條盾騎士相當有料 因為工程塔這個單位呢 移動速度很快喔 而且可以載很多名的單位 非常適合在條盾騎士這種 移動速度慢的步兵單位喔 好 直接上了條盾騎士 精銳版本 哇 那待會兒 防護率就會來到10點 13點防護率 一般的騎士來說 只有10點傷害 而且肉馬的話 只有11點 那怎麼要打呢 打這個條盾騎士 13點的防護率 完全打不動 血量100滴血 有夠彈 好 但是火槍兵這裡也是蓄勢待發 家裡五隻火槍 肉馬開始要往前衝 但是這邊城堡射程真的好遠 可是現在有彈道血喔 打這個移動中的肉馬 也是不差的 肉馬走到一半 就被射死掉了一半左右的數量 家裡沒有城堡 沒有關係 一直有槍兵在農田裡面走來走去喔 這個就是viper的防守細節 雖然我條盾騎士走得慢 但我家裡防守很到位 待會就可以直接上車 開始用條盾騎士去做一個輸出 直接把條盾騎士的弱點化為烏有 但是取而代之的 需要更多的手速 去操作這個工程塔 這個裝載 好 這裡全速上車 看來viper要有動作了 這裡塞了非常多 10個 這裡是10個 20個21個 21個 條盾騎士已經上車了 左邊這裡有補靈更新的城堡 這裡有槍兵在防守 龍天裡的槍兵不見了喔 這裡沒有村民 還有這個疾兵 唉唷 這邊是三個工程塔 直接衝鋒 兩艘火炮 來不及預判成功 直接打充GG 對手沒送勝了 哇靠 突然看到你放騎士下來 直接 Tilget 這個他可能覺得沒者 其實你要打的話 應該慢慢甩槍 還是有機會甩得贏 最近火箱兵的移動速是0.96 條盾騎士團的速度是0.8 吧 稍微走A的話 還是可以A的贏 但西班牙可能覺得自己經濟已經輸太多了 後期的遊俠 他打調整騎士也沒有太大的優勢 這邊城堡也被蓋了這麼多洞 左邊這個石頭又被拿下來 待會Viper的城堡數量又會再更上一層樓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條斷了Viper是拿到了5萬3支援 也得快5000支援 而且是5生物啊 這相當絕望 Viper這波段直接要調整騎士勸對對手 這個打法也歡迎大家參考一下 非常有用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